你往哪儿走你 你回来 给我走 你一个流氓 你跟他说 谁是流氓 你跟他走你 给我回来你 谁是流氓啊 你不要救我问人 你别救我问人了 你给我回来你 站住你 站住 那边怎么回事 有情况 过去看看 警察同志 情况是这样的 你闭嘴吧 情况是怎么样 也轮不到你说呀 你呀 一会儿到公安局 去说去吧 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你咋不跑了呢 你个臭流氓 你嘴巴干净点好不好 谁是臭流氓啊 你是 你就是那臭流氓 行了行了 你们几个安静点 等一下该你们说说再说 他对我女儿耍流氓 我女儿今天哪 一眼就把他认出来的 我没有 什么没有啊你啊 那事出来以后啊 我女儿学习成绩一直下降 你说你 你这么大人了 你还是人吗你 她 她肯定认错人了 不可能 女儿怎么还能认错人呢 大姐夫 韦良 你来得正好 这女的说我耍流氓 什么 大姐夫 你 你们是亲戚呢 那我们不是有缘没输诉了吗 在你眼里 警察就是这种形象吗 这还要问吗 她是你亲戚 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向着她 那好吧 她犯了流氓罪 你打算怎么办吧 如果她真的犯了罪 别说是我 谁都帮不了她 夏天 这事我回避 你把冯刚带过去 把情况问清楚 卫良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你跟我过来 你什么 你 冯刚才对着 冯刚 冯刚 年龄 四十五 职业 看怎么看 走 看怎么看 职业 职业 说你呢 职业 我在第三中医院理疗科 当按摩医生 刚才那对母女指认 你有强奸犯罪行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把情况 如实地交代清楚 没有 我没有 她肯定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 根本就不可能 我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吗 她长这么大 就没认错过什么人 见过一面的人哪 我都不记得她都会认出来 你先过去吧 你先过去吧 我们相信你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你们指认的人 确实犯了罪 法律会对她进行应有的制裁 不过 我们也不能轻易地 就判定一个人有罪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想让你的女儿 再去仔细辨认一下这个人 怎么办 冯刚事务的联系 这事我回避 这个案子你负责 只要把情况查清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周队 你对你大姐夫 应该算是了解的 你觉得她是这种人吗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不应该干出这种事 可人呢 有的时候是会犯糊涂的 难说呀 他自己怎么说 世界上非常吻合 丰刚自己也承认 他是九点半左右 经过人民公园的 还有 他说他是九点四十左右到家的 从他家到人民公园 正好是十分钟的路 我岳母要是知道这件事 非得气死不可 妈 我来不及了 你自己弄点饭吃吧 我走了 喂 什么 大姐夫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大家站好啊 不要有什么举动 便认一会儿就结束了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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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太怕了 别怕 这房间是隔音的 咱们从这儿讲话 对面听不到 再看这锅里 咱们从这儿能看见那边 那边看不见咱们 你呀 要好好看 看清楚 一定要把那个坏人认出来 好 Rod 这伙 애 不必能是 冯儿 别怕啊 有妈在 别怕 快看 刚才你不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吗 你要是认出来呀 公安局就把他抓起来了 听漫画 快看看 我不看 我不看 他就是那个流氓 我不看 听麻烦 别怕 别怕 你刚才不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吗 你再仔细看看啊 看好了 官局把他抓起来 让他蹲监狱 你听见没 保护 下领导 你看看 我女儿被那个流氓吓成什么样子了 从舒适那天起啊 她就不敢出门 万自己也不肯去 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我真担心她这样下去 她的前途就毁了 放 放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不把那个流氓抓起来 我就到法院告你们 他和你们官局的人是亲戚 我连你们官局你快告 你放了 放了 行了 都出来吧 夏队长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啊 我们会安排受害者 对你进行再次的辨认 我愿意让他再次辨认 越快越好 这你放心 我们会尽快安排的 好 来 你现在找个人为你做爱担保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好 随时听货我们的传讯 担保 误会 人都抓进公安局去了 他还能是误会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大姐呀 当初算是瞎了眼了 妈 你就先别说这些了 赶紧去人 把我大姐夫领回来再说 你是不是打算让我上公安局去 丢这张老脸去 那就我去吧 那我得带身份证 你不要跟猛子谈判去吗 都什么时候了 谁还能不够上他呀 你也别去 就让他死到那儿得了 妈 您就别说气话了 我先走了啊 等等 给你三姐打个电话 她文化高 什么市面也见过 比你也能说会道的 我刚给三姐打完电话 她赶稿子出不来 那你二姐呢 我二姐 啊 这种事她才不管了 那就你去吧 到那儿啊机灵着点啊 可别傻乎乎的 我知道了 妈 我走了 我回来了 四姨 你干嘛去 老 谁又惹你生气了 还能有谁呀 你那好爸爸呗 封刚 我爸怎么又惹你了 早上